牛娘 我惩罚她牛娘平时 哎呦天呐 你叫她叫啥 叫她乖乖 我被我弱嫌爱 说出来过后她对我还要好 她没有嫌信 她说没得啥子得有我在 确实我不会吃饭 但是我又想给你牛 有时候好好地嘴巴你吃 都是你关照我 都为了我爹也不是哪里 每次你不会做 我会回来做饭 感谢 感谢我的牛娘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的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 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来的 抖音号和快手号 好的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媒体评论人志玲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故事 不幸地遭遇 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我被感情伤害到遍体灵上 当我挣扎着走出来时 一场疾病又让我陷入了沉湿 但因为亭刚的出现 却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所以亭刚谢谢你 让我重拾爱情 掌声有请被这些人刘亭刚 你好 方老师好 张门老师好 在座有观众 大家好 请坐 对面的是谁 是我未来的妻子 你怎么确定她是你未婚妻 我有信心 万一她今天来说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相信自己 那首歌怎么唱来的 相信自己 我就可以 那万一不是呢 万一她真的是来说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那也没关系的 接下来也是一样 重新再做人 重新什么 做人 还要重新做人 看案子你不是很有自信 掌声有请这些人 未婚妻黄明蓝 张门老师好 你好 三位嘉宾好 在座的观众朋友好 请坐 她未婚妻 是吗 是 今天是来道歉 不能嫁给她 今天是来道歉的 能嫁给她 能嫁给她 那你安全了 你谢谢她什么呀 让我重拾爱情 重拾爱情 就是相信了爱情是吧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个微信群里人士 去年疫情期间 大家都无聊嘛 在一个群里面聊天 那什么群啊 都是有些人士 有些不认识 单身比较多 那你们俩是谁先吸引的 谁吗 第一次 反正她没吸引得到我 第一次没有吸引到 没有 那第几次吸引到 入群过后 她开始都加了我的微信 她因为是买化妆品的嘛 她单独加了你微信 单独加了我的微信 把你从那个群里面调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愿意出来呢 单独跟她加微信呢 她是买化妆品的嘛 我们俩人都爱美啥 还是想去买点东西 你是卖化妆品的啊 卖过 你先喜欢得上的她是吧 之前都是朋友嘛 交往之后了嘛 才发现了她的一些优点嘛 什么优点嘛 活跃啊 很开心啊 说话比较对于说 像男人味儿 怎么个男人味儿呢 比如说 很凶的那种表情嘛 这总而言之就是 你觉得这个女人 做事很帅真 对 很直接 很干脆 那你肯定是个 拖拖拉拉的人 对 是吧 嗯 然后你就单独加了她微信 对 加得很顺利吗 她一开始没有拒绝你吗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忧郁了想 你忧郁啥呢 都经历了那么多事嘛 因为这个单身离婚的女人 有经历过事情多 还有一点鼓励都是 她比我年轻嘛 年轻多少啊 年轻一岁 但是 一岁算什么 面容看起她比我年轻多了嘛 还有就是我对那种安全感 你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啊 那后来怎么又接受了她的 加微信的请求呢 疫情刚刚过了 可以出门了 朋友去年几个都 尤其去年三月 尤其去爬山 爬山那种事 她都故意接近我嘛 她都来给我提包包 提包包 对 就得爬山难得走谁 哦 提包包呢 你挺会追女人嘛 呵呵 那是第一次见面吗 爬山 呃 是第一次见面的 这个 她这个样子是你喜欢的 对 你以前经历过什么呀 说来听听 经历过 前夫那段婚姻 是有伤感 有失败 96年结婚 一年离离离婚 怎么失败 是感情不和还是怎么的 多不 哦 有不好的嗜好 亲家荡产 亲家荡产 输了多少钱 100多万 2007年都把房子卖了 出来过后 就住房子住 那个时候 我们娃娃才七岁 当时我也想离婚 想离婚的同事 我们娃娃睡到半夜的时候 她醒了 就说了一句话 她妈妈 特地不给我妈妈 跟我爸爸两个离婚 离婚 我还是想我的爸爸 所以说后面又维持了几年婚姻 为了我的女儿 最终还是 一年离婚 离婚过后 有过两段失败的感情 那两段怎么又失败了呢 第一次 离婚过后 第一次都是找背叛 她出去打工 去跟外面的愚人在一起 这次找了批评 骗了我的感情 骗了我的金钱 哦 那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你为什么会每次 愚人都愚不对呢 也许我太相信人了 对人太好了 所以你不太相信男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不相信自己能遇上好人 觉得自己没那么好的命 所以当她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觉得她也是个坏男人 不怀好意 是吗 从小 都命苦 所以说都不相信了 你从小又命苦啊 一个多月嘛 这一个月她怎么追求你的 天天都跟我聊微信啊 打招呼啊 我有时间不理她啊 她也来理我啊 也来跟我说啊 下去来她店都去吃饭了 她都把饭煮起啊 我等到你啊 中午啊 她开饭店了 不是 她们店里面 自己拿电饭保住 你结过婚吗 结过 也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哎 离一了 就是我之前 失业失败了嘛 签了一些债嘛 对于说 她就 我们就离婚了 啊 她不愿意跟你共同承担债务 对 一个月 让你对她产生了好感 对你很好 对啊 天天做饭给你吃 对你很热情 啊 吃人的嘴软 那什么时候跟你 正式确立的关系呢 去年里七月 她都拜托 群头的一个朋友 来跟我说 我们那个朋友跟我说 她其实留天港还是可以 因为都人生几个月了嘛 她说 你们其实还是可以交往事啊看 当天呢 又是我们群头的一个朋友 去吃饭 就在她家里去吃饭 那个朋友跟我说了过后啊 有点想耍 有点不想耍那种 又了解她的人品呢 也可以 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出货 都喊我们两个货交杯酒那个时候 她老师都 都把酒拿起来 给两个货交杯酒 喝了过后 晚上吃饭 都上个聊天都跟她聊 都聊了很多家庭事嘛 她也觉得没得她知道 我们两个都开始 正式与男女朋友交往 交往的途中 我都是 还是很犹豫 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往事告诉她 对头 我又有几晚上都没睡觉 我是到底想那个时候跟她说 最终我还是过了几天 我都今年年八月初 反正中午那个时候 太阳大麦也没工作 我都下去跟她两个 嗯 敞开心扉的把我所有的跟她讲了 讲了我 得过病那个事情 病 哎 什么病 如相爱 是你失败感情之后的事 对头 19年 19年 对 19年3月 我去看一个病人 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病人 是公经癌 看了过后 我去我第二天去体检 体检出来 当时的我们 福林福育保健院 体检出来 还都喊我去做穿词 因为我没进过医院 说那样穿词我不懂嘛 我都出来给我妹妹打那个电话 妹妹叫我走另外一个医院去检查 我又走福林中心医院去检查 中心医院去检查了过后 她说不落关 不落关 我也没想到其实爱 当时检查了过后 他们都叫我留电话 都留了我妹妹的和我女儿的 我还是继续回来上班 医生都说还是要住货检 我住货检都住货检嘛 又没得啥子的 货检出来 其实应该我们妹妹啊 我们女儿 他们都晓得了 已经晓得是书相爱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不晓得 要做化疗 要做放疗 化疗要做六次 放疗要做三十次 我最担心的是他 主治医生跟我讲他说 要掉头发 好 那一会儿我都犹豫了 要掉头发 我说这个头发掉了我两个上班了 我也不晓得放化疗那个老婆 我们妹夫都跟我做工作 哎呀 这个有啥子满色 他又长起来这个嘛 大不了就买个假发来 待一段时间都是了 他一说我心里有一种安慰了 在医院做化疗是相当痛苦的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病友 当时在医院做化疗的同事 放弃生命的人很多 我就是跟他们做工作 其实癌症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态 如果说我们自己都放弃了的话 那么我们都没得希望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病友 他发高烧 有助化疗期间 气质很弱 都有点怕生命有危险 我都接跟他做工作 如果说你都畏惧了 他跟他讲了很多道理 你管他留 我们带出化疗的同事 如果心都很难过 我们都听过呀 把那个手机微信图里了 洗补室啊 自己看啊 自己放松点 只要我们熬过了那段时间 只要我们熬过了那段时间 都好了 当时我还在跟他吹牛的同事 他都稍都退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愿意 他心情紧张 也是一个方面 接下来都还认识了一个姐妹 他也是做化疗 他已经都要人抬起来做化疗了 抬起来做化疗的期间 他吐吃不下去 我们做一次化疗 都相当于要我们一次命运场合 我当时开导他的同事 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经常来看他 他的女子丈夫 我当时开导他的同事 你怕那样吗 你有女儿呢 有丈夫关心你 我一不说 有救的一个女儿呢 两个妹妹 我就开导他过后 他心情都好了 他做八次化疗 也相当相当不容易 做完了过后 他现在的口气都是 我那条民事化命 那儿捡回来的狗 我们现在也是好姐妹 在医院那个医生 都说过我两次 他说我们那儿 你退了休 过后就在我们医院 来开导病人 那你还是个很乐观的人 那医院确实 我估计他喜欢就喜欢你这个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 是很阳光灿烂的 但其实内心深处 还是有很多自卑 有很多迈不过去的东西 所以你害怕再遇上一个男人 他介意这些事情 对的 但最后当他向你表白之后 你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 说出来过后 他对我还要好 对你反而还更好 还没有嫌弃你 他说没得啥子 对于我在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身体是个增长人阳 癌细胞为零了什么 没得 没得癌细胞 你是做的保乳治疗吗 保乳治疗 对他 他跟你说出这些是要靠很大勇气的 是吧 对 说完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他说出来了那一刻 我还是真的有一点不相信他 为什么呀 因为看他的一些精神面貌 我过分面的这些 不像什么是 得过癌症的 跟那个正常人一样的 那你对于这样一个 拥有这些过去的女人 他的这些过去 你真的不介意吗 不介意 完全不介意 对 所以从小到大都是黄牙 他都给我买洗牙齿的 买回来 天天晚上叫我 真的 因为他在重庆嘛 我在复连 他天天晚上都叫我 真的我要我洗牙 还有我喜欢 需要我唱歌唱不好 我喜欢唱歌呀 他都给我买了生卡 买了菜的那些 今年三百季 因为我那个工作一天 在外面泡嘛 包包又费 他又悄悄给我 买了一个包包回来 陪我过了三百季 还有吗 来来继续帅 都多了买的东西 你一件件说嘛 把这些单身狗虐死 因为我以前都 反正都是接着去工作 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反正早出晚归 第一个走到家 最后一个下班 那个时候我从来都不保养 最多都是干液了 擦点热痛霜 自从认识我现在的 那个未婚夫过后 他都给我买化妆品 叫我今天做一会儿面膜 天天要把脸擦 看到有时间回来 看到我脸上有点点 褐褐呀 有点那种皮皮子褐褐呀 他都感到就对我去擦脸 确实在那块儿 他是说的 让我有了自信我就对 出去别个那些朋友都说 哎呀你现在皮肤看起好多了 是确实还是 没得臭语性只有男女人 在这方面我确实在他身上学的了 天天坚持是要好些 没得可可 没得可可 还有呢 哎呀他关心我呀 有时间 我在说那点不舒服啊 他反正第一时间 到那个时候他都想到我 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就住宾馆 那个宾馆的房间 搞一步提子播 晚上我就在我都随口说了一句 哎呀我说这个晚上我起来上厕所 要走要走睡觉的狗 结果我半夜起 真正起来上厕所 他已经睡得很熟很熟的 突然慢点喽 有一步起步了 哎呀其实这都是一个小细节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 真的我很感动 因为那些都是我以前 都是想想不到的 有个男人能够细心地 对我一句平平常常的一句话 他都半夜居然他都能进行了 来虐 继续虐 来 继续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嘛 有时间都要谈到经济问题 我也是随口说了一句 我说如果说我们在婚夫妻 想要挨挨挨子的话 那么就不想一个家 他出来第一个月的工资 因为当时要开卡嘛 他就把卡也开了 投的钱开了 第二天他都兴高超越的 把卡给我送回来 投的工资 你马上都要发工资了嘛 我说我不要你工资 就安排嘛 你想哪个用的哪个用 其实想要吗 心头想要 因为 以前就是我不掌经济权嘛 就败家了嘛 我还是觉得 我心头哈 毕竟交往不久 我心头还是想 那个男人啥子都听我的 本身我也是一个个性好强的 多少钱啊 一个月工资 一个月工资有七千块钱 全交啊 他对你女儿好不好 对我女儿相当好 因为我们女儿也在重庆 才在世西嘛 她也在重庆方便 她回来一次 我要跟我们女儿带东西的话 带上来嘛 我们女儿叫做 她来拿谁 都藏头来拿 都藏头来拿的同事 我们女儿她是中午 十二点钟下来班 她都过来拿 过来拿呀 她很细心 她都提前 把饭菜那些 跟她热在锅头的 因为厂里面 一切菜一次都冷了 她都提前块去跟她摇切 跟她热切热在锅头的 我们女儿过来吃 都是热和和的菜那些 这就是我女儿跟我说的 她会带你去见自己的朋友吗 社交吗 带 他们同学的父亲 拯救那些同学的罪 因为我们都喊你刘刚 说 刘刚 爷爷你现在别年轻了呀 她都对那些朋友很骄傲的 很自豪的说 这都是我们媳妇的功劳 哎呀我听到去 心头是暗子暗子 懦子之脸 表面上我将懦子来 反正经常心都是能够 出街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嘛 面容的小 各个方面呢 都还是改变了很多 你现在是不是天天盼她回家呢 你现在是不是很爱她 对她 那你是不是这个不能没有她 你说过吗 这些话说过吗 我跟她说过 我跟她说过 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今天还请来了那个 重庆市福林区的福林主席 何静秋和黄明兰的病友们 来我们来听听 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我来自福林 我叫杨胜碧 我十岁 我听到他们那些 很激动那种感觉 你好羡慕 你对他们俩有什么祝福 我祝福他们 别得到老 幸福一生 佛罗斯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来自福林 我叫邝刚会 我也是华明兰的朋友 你也是癌症患者 现在身体挺好的 我还是感谢和主席 是他帮我做过了难关 我对 我也是乳心癌 不是那个两癌旧职嘛 乳心癌和那个公敬癌 是父女给我们 还有一万块钱的补助 我们是得到那里 嗯 他还很用心 跟我们找医院 资料 还是免费资料 当然免费吃免费 我们把病院治好了 你是来感谢何静秋的 附老师好 你好 首先谢谢我的战友 因为我们是战胜病魔的战友 也感谢我们福林区的福林主席 何主席 因为当他知道我们女性患了有 有几种癌症的时候 那么他就到处去联系医院 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让我们不要痛苦 就是2019年的时候 10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健康讲座 我们的福林就通知我们说 你去听一下嘛 肯定对我们这种有好处 我也就去了 去了的时候 正好又听到说 在金福山中医院 有一个免费资料的聚会 当时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去得到 因为我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患病的人那么多 他不可能每个人都帮助得了 或者每个人都去得了 当10月15号的时候 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就说你能有时间来吗 我当时又哭又笑 因为那个时候就很激动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真的真的很轻松 当时我开心死了 真的 又不用吃药 又不用动手术 不用化疗 那么都是包我们的患处 还有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因为看到我们效果也有所改变过后 何主席也组织我们 付分给我们几个病友了 所以说真的也感谢何主席 时时刻刻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身体健康了 我们也放心了 所以说在他们的 这些鼓励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真的 让我们真的就是得到了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现在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治疗的回来 今年就是这个月的5月7号 又再次到重庆中医院来复查 就是所有的彩操 射体 就是癌细胞的一个检测 就是体检吧 我们的指标正常了 托老师好 你好 其实我觉得这几位姐妹 不要感谢我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基层的 妇联干部应该做的事 我觉得要感谢是感谢 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党的扶贫政策 因为我们妇联在做 就是对两癌 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 妇女的一个救助 每一年就是符合政策的农村两癌妇女 我们要给她一万块钱的救助 一次性的救助 当时我想这项目也挺好的 多多感谢 多多感谢 医书上说 说女人一旦要患有肿瘤类疾病 多半都是因为心情郁节所致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关心啊 爱啊 真的能够化解这些肿瘤 所以它是你的那味药啊 对 来 我们听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的感受 其实在之前 你一直非常拼在工作上 然后呢 自己呢 经济条件也不错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你其实不是特别看重这个男人是否非常有担当 你不怎么需要 因为所有事你自己都能担下来 所以说其实很多事业型的女性往往会一脚踩到这个坑里 你的命运的转折 爱情的重新开始 重新降临 是在什么时候 你生了病了 你没有那么多的力气 全部投入在工作上了 你需要依靠一个人了 这个人他就真的出现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命运的安排 有一些不幸恰恰它会转化成某种幸运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应该是平衡的 简单地总结一下就是 哪里播种 哪里收获 别光努力 也得示弱 谢谢你来了 黄明蓝身上有特别大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坚强 一个是乐观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你才会后面人生一下子转折了 怎么遇到的都是好事 先遇到了亭刚 这样一个挺优秀的 而对你有死心塌地的男人 因为在你身边 他也能感到快乐 他说你做事雷厉风行的 做事很果断 又很热情 很关心别人 谁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亭刚是你的阳光 我觉得在另一个层面上说 你也是他的阳光 你也给了他快乐 因为他也遇到过很多造心的事 实际上是彼此的一种温暖吧 很祝福你们 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姐姐们 都能把你们的这种乐观 带给更多的人 让大家更多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生活才会善待我们自己 谢谢你们来了 速说不容易 很容易 战胜不容易 很不容易 一个人很难面对不容易 尤其是经过失败的婚姻 身坏癌症 对世界充满不信任的时候 他必须有一个生命的支点 正如人字的结构 我经常说嘛 就是相互着支撑 男女谁也离不开谁 恭喜你能找到这个支点 他是个平凡的人 他能接受癌症 他能接受癌症 他能上交公司 他能让你内心重新燃起 信心的火光 自信的面对生活 会微笑 愿意打扮 愿意让自己的牙齿更加的漂亮 证明了 你们具备了第二个名题 给你一个结婚的理由 结婚的使命很简单 就是让两个人 变得更好的过程 叫婚姻 请记住 两个人变好的过程 就是每一个 参与这个游戏的人 都要努力地 把自己变得更好 让更多更好的我 变成更好的我们 谢谢大家的道白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你的未婚夫说 来 谢谢你来了 感谢牛女 对我一直来的 关心 关爱 照顾 希望我们两个 以后能永远就像 现在这样爱下去 相信我们吧 相信自己 来 我们看看他送给 他的礼物是什么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 赞助播出 打开看看 腰带 是吧 对 松腰带是啥意思 绑死是吧 还是累死了 喜欢吗 喜欢 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倒让我们看到了最朴素的感情 这个感情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过日子 没有那么多浪漫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却有很多彼此之间 对于对方的争吵 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 风花雪月的爱情当中所没有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再见 好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感谢你们 对我一直来着火 希望我们两个 能永远就长 现在怎样爱下去 我们希望所有的福气 在生活当中 也都是以过日子为先 朴素地表达自己的真诚 表达自己的爱 没有那么多的形式主义 这样的爱 恰恰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能更长相厮守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 也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 来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